最近的天气真的是酷热难耐 在带太阳底下心情付出的 劳工朋友很辛苦 同样的环保之工也在高温的环境当中付出 要如何有效的来降温 看看板桥这座环保站的做法 新北市板桥区中校路的狭小巷弄中 一栋两层楼的建筑特别醒目 这里是中校环保站 空间狭长容易感到闷热 但是最近多了几分舒爽凉意 目前户外的温度大约是35.9度 室内温度降到30.8度 透过实测温度足足差了5度 这一切都归功于水务系统 这个是铁皮屋 尤其是10点以后 就是真的很闷很热这样子 外面很热吗 会很热 那这里呢 因为有电风上跟喷雾气 所以会比较不乐 环保菩萨们做的也比较凉 为了让室内空间更凉爽 志工们也在空间布局上 做了些小巧思 就是要利用上面的空间 把下面的这些带子 网带 麻带那些往上面移 然后下面呢 这里这个空间就会比较流畅 比较宽敞这样子 那感觉 视觉上也会会感觉比较清爽 你知道吗 每个人也都有自己消暑的小方法 因为很热 我们就好像说把那个 我们的帽子都流下了 手头都可以 这样就比较不会热 吃什么样的东西消暑 不论是空间的变换或是设备的更新 都为志工提供了更加舒适 可持续的环境 能更有效率的执行环保志业 大爱新闻 古雅琴 张略嘉 台北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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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